第十五章的雙重積分 但是因為時間因素我們沒有時間講 但是我們要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是黎曼盒 用黎曼盒來算這個體積 為什麼一定要講呢 因為我們在學期初有講過 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計算一個螺絲的體積 有時候是沒有公式的 基本上就是要利用黎曼盒的概念來算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一下這個概念 說這個積分到底什麼應用 那基本上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沒有公式的時候 你要用近式解用黎曼盒 所以F是一個二度空間XY的自變數 它有一個高度 所以基本上一樣做切割 只不過這個切割的時候是什麼 是二度空間的切割 你的底部是X跟Y做切割 所以你的F跟Y這個函數 基本上就是它的高度 所以跟以前一樣 只不過現在切割 以前是切一度空間 現在切二度空間 所以各位同學把它想像 你再切一個蛋糕 切一個蛋糕 所以基本上你怎麼算 這個體積呢 就是你的底部蛋糕對不對 然後承讓這個蛋糕的高度 所以這個是底部的這個面積 只能讓它高度變成體積了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你怎麼去算它的這個雙重積分 就是說呢 這個是高度 F是高度 底A呢 在這個裡面是H跟K 就是你的底部的面積 所以F呢 只能讓底A是什麼 你的某一塊蛋糕的體積 那雙重積分的意思就是 把所有的蛋糕呢 給它加在一起 那為什麼有兩個積分符號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幾個變數 兩個變數X跟Y 所以要積分兩次 那至於詳細內容呢 各位有興趣呢 這個可以自己研究 或是再去修後續的課程